委員會報告 我們先來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主席邱召集委員太原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 邀請衛生福利部就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 對於健保體系的影響 如何應應以維護醫療品質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 對於醫療體系之影響及因應作為 及武漢肺炎疫情對於國人之心理影響 與如何促進心理健康之影響策略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由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若元 報告後委員書巧會等23人提出質詢 均均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若元 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席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訊 答完畢二委員質詢又及答覆 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於澳洲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力挑求期限者重啟鎖定 通過臨時提案10項宣讀完畢 好委員會報告 出席委員已除法定人數 請問委員會上次議事錄有錯誤或遺漏之處 沒有 那我們議事錄就確定 本日會議議審為邀請行政經環保署 就資源回收管理推動情況 與相關從業人員防疫作為 及因武漢會員疫情影響 網購及外送餐飲大量增加 產生之包裝及一次性餐具 會記物處理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我們主任秘書葉俊宏 謝謝 會館處處長賴瑩瑩 空保處處長蔡孟玉 還有眾計處處長劉中榮 記者總隊總隊長李建玉 謝謝 還有環境衛生讀管處處長蔡林怡 謝謝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委員會 參試間執行律書 顏旭明 謝謝 還有水保處檢認記證 除文涕 好 謝謝 有了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委員會 組長王子欣 謝謝 還有環境監測處專門委員 彭承錫 謝謝 好 現在請張署長來做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首先就有關 資源回收現況 及從業人員的防疫作為 以及因應疫情 那有關網購的產生是包裝跟一次性餐具的廢棄處理的問題 那做專案報告 下一頁 那麼有關我們現在資源回收的體系 大家主要是以公告因回收廢棄物 那有13大類33項67種 那麼責任業者就是所謂我們公告因回收的所謂製造跟輸入的業者 那麼他要負責回收清除處理跟申報繳費 那目前有3萬多家 那主要回收就是我們現在建立的四合一的體系 就是有關社區民眾 地方政府回收業跟回收基金 那麼從業的人員如下請參與 那麼後端的處理的部分 那總共我們現在登記處理的有91家處理業 下一頁 這就是我們現行的四合一的資源回收制度 也就是由責任業者繳費 那麼成立基金 那麼由產員就是第一項的社區 來進行分類 那麼透過地方的清除體系 就是清潔隊 或者說回收商來進行回收 那麼由基金來做必要的一些補貼 下一頁 108年資源回收量在141.6萬噸 那麼回收率到了是55.14 下一頁 那麼為了促進我們一些比較低回收率的項目 以及來照顧我們的支收的個體戶 所以我們在去年提出支收關懷計畫 那麼也就是我們對於這些 比較支收率低的項目 那麼保證它的價格比較好的單價 那麼由這些支收個體戶來收 那麼由清潔隊來保價收購 那每個月最高這些項目可以販賣到3500塊 那麼我們也推動清潔隊來幫忙 就是讓這些個體戶能夠少退一里路 那麼道府來幫他收 所以在這兩個月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回收量 快速地來上升 請各位委員參與 那麼因為照顧我們的清潔隊員在去年 那麼在行政院的大力支持下 那我們也幫我們所有的清潔隊員製作了制服 我們買了安全鞋跟防穿刺的手套 那麼我們也對於我們的這些支收個體戶 不人道 所以我們推動有關 紙餐具的循環友善店家的補助計畫 那麼希望 鼓勵店家在 在現場做做好的分類 那麼以利我們後端的這些 自受業者來進行下一步的回收 那麼對於 因為疫情的影響跟油價的崩跌 那麼造成塑料的這些 價格的降低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再調整 就希望在四月 那麼能夠提出來 那麼在五月能夠公告 那激動的先調整我們 廢塑膠容器跟廢紙餐盒的補貼的費率 下一頁 那一百零九年我們有以下幾項重要的工作 第一個就是我們加強便民服務 就是對於服務的網頁 我們服務的這個網絡 那我們0800我們希望 建立24小時的服務 那對廢車的回收 那以往程序比較繁複 那我們希望來檢討 看能不能透過一個登記的手續 那能夠把相關的這些程序來完成 那達到便民 再下一頁就是網路 我們朝雙語化來推動 下一頁 那麼提升對職業者的管理效能 第一個我們現在在推動 要做查定課費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對於 費機動車輛的環保設計 那我們希望透過費率的設計 來推動它來提升 那麼對於各營業的這些業者 那麼以往常常犯的這些錯誤 那我們透過拍攝各種影片 那讓他可以了解說 以往發生的錯誤 那如果在後續的申報 能夠來減少下一頁 剛剛所謂查定課費 就是我們在檢討之後 發現我們現在基金的收入 那麼有百分之二的這些 百分之十的這些廠家 那他遵收的基金是百分之九十八 那麼百分之九十的廠家 其實他遵收的金額只有百分之二 所以等於說小量的 這個繳費這個業者很多 那收的錢很少 所以我們以往的這些作業方式 那不夠便民也浪費行政資源 所以我們現在要改變就是說 跟這個所謂民用同一發票的精神一樣 就依照他以往的繳費的費額 我們訂一個費額 那如果廠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這個費額來收 那就不再去 積合他的這些營運量等等 那麼避免老民 然後也希望把申報的這個頻率 改為一年一次 那麼希望讓民眾這些 責任業者能夠更方便 那這個我們一定在二月辦理預告 那如果順利我們就會來推動 下一頁 那對於既有的回收管道 我們希望加強來推動 所以對於原來的有關村裡自收站 平原地區的補助 我們會加強來辦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剛剛講的 自收關懷計畫跟自收大軍 我們繼續來推動 那麼對紙餐盒的循環友善店家 原來是補助的 我們希望透過初期的補助 未來能夠更強力的來推動 那對乾電池的回收 那我們希望透過費率的調整 來誘導它提升它的回收率 下一頁 那麼對於我們整個回收體系的強化 第一個就是我們 剛剛講的我們對我們的 清潔隊員跟自收人員的 安全設備的增強 那麼今年我們會持續 在行政院的支持 我們會對清潔隊員目前正在做 那麼會幫他們買護腰 那麼來增加他們職業的安全 那麼進一步我們會推動這個資源回收廠 資源回收儲存廠的優化 跟推動細分類廠的建立 那麼對於自收車我們現在也在檢討 那麼怎麼樣可以讓這個自收車可以更符合我們作業上的需要 下一頁 那以提高處理技術跟量能的部分 我們會在接下來 那麼會加強對海洋廢企物 如何能夠讓它高質化 那能夠循環來再利用 那對於廢電器或資訊物品 其實它的廢塑膠 一般質比較好 但是沒有被好好的利用 我們希望來進一步的 推動它的高質化的利用 那對於廢乾電池 那我們希望透過差別的補貼費率 那推動往高質化來推動 那廢車的這個粉碎的這些廢氣物就是我們所稱的ASR 那麼我們希望朝整個作業系統的改善 那能夠減少它的產生 那麼以及增加它的輕運的效率 那麼也要鼓勵廠商來建立後端的去化的設施 那對於回收業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加強推動它有跟火災的應變處理 也加強希望他們能夠做演練 那進一步我們希望來能不能透過補貼的設計 那麼來促使它對於它的這些資源回收廠的環境 做進一步的改善 那麼除了整潔 也希望它把防災的這一部分都能夠納進來 那麼再下來就是我們會加強集合認證的作業 相關從業人員的防疫措施 那我們對於責任業者跟受補貼機構 包括查查人員監督的團體的現場的集合作業 我們都定了相關的應注意事項 那對於清理業跟回收業 那我們原來對於居家隔離檢疫或是檢疫旅館的廢區 我們是以發包有甲級清理業 那以比較高的規格來處理 但是我們也考慮到萬一疫情擴大 那麼光甲級清理業可能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超前部署已經請地方 都跟當地的乙級清理業來溝通 那麼發包 那未來就是用接力的方式 收運如果量能不足 由乙級清理業來協助 但是還是送到甲級的處理機構來處理 那麼因為這樣所以初期我們對於口罩 我們是爭取優先來協助這些 清理這些感染性肺器物的工作人員 不過目前我們也爭取到了 對因為我們要把乙級清理業拉進來 所以我們也爭取到了乙級清理業跟回收處理業 那麼他們能夠以實名制 那麼以每天一片為目標 那對於清潔隊的部分 上次有委員關心 所以我們也立即補助他們來購買塑膠手套跟護目鏡 加強他們的防護 那至於口罩 因為原來指揮中心就是 希望他們也透過地方的指揮中心來申請 那開始在配送上有一些部分不順周全 所以有部分不足 但我們進行督導之後 目前大致上都還能夠符合我們清潔隊的要求 那在疫情期間我們原來對於垃圾強制分類的檢查 或者說是在進粉化廠、處理廠的破袋檢查 那為了人員的安全我們都暫停實施 那麼對於各廢區處理廠 我們也要求他們要注意人員的防疫 跟人員的運作編組的管控 那麼希望能夠維持設施的正常的運作 那麼對於因為疫情產生的網購的包裝跟一次性廢棄物 一次性餐具的廢棄物的處理 那麼有關網購包裝的部分 那麼依據經濟部的統計 那麼在108年 那麼網購產生的廢棄物 就要100年增加了90%將近一倍 那麼在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麼統計1到2月 那麼就要同期增加了13% 等於差不多增加了200萬個包裝箱或是包裝袋 那對於網購的減少 我們原來已經訂了有包裝減量的質疑 那麼108年、109年跟110年 111年 那各有要推動的目標 下一頁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指引 那麼對於參與的符合我們規定的 那我們會訂定 我們已經訂定了有關網購包裝的減量的標章 那麼讓他可以在他的這個網站來張視 那麼我們也會進行抽查 如果不合格的 那我們會終止他的使用 下一頁 那我們也請他們在他的 在相關的這個平台來露出他的減量標章 那我們也在適當的這個通路 來進行相關的這個宣導 好 那麼 接下來我們在今年會先進行有關 原來111年有一個徐文箱的目標 那我們今年會開始來推動四份計畫 那麼對於這個網購業者 我們也會把它組成聯盟 那麼依據15家跟我們簽署減量協定的業者 那麼因為疫情影響 現在只有11家完成這個第一劑的申報 那麼減量大概184公噸 好那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有些這些網購的包裝是量有增加 那我們短期內我們會加強宣導來後端的回收 下一頁 那對於私信的餐具的使用 那麼因為我們外食的比例很高 原來我們已經對於工部門等 有限制不得使用塑膠免洗餐具 那麼在108年 我們新增了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跟量販店 那麼他內食的不得提供各種材質的免洗餐具 那這一部分我們是讓地方依照他地方的情況 那麼分別來提報我們來發布實施 那目前已經有15個縣市有來實施 下一頁 那麼因為疫情有反應說呢 免洗餐具是不是有些顧慮 那麼所以在原來限塑的限制對象 那他還是可以提供只類的這一類非塑的免洗餐具 那麼如果不得提供各種材質的免洗餐具的部分 那我們是同意他地方他們跟地方申請 那幫我們同意呢可以暫停 暫時來提供這些非塑膠類的 這些所謂紙類的免洗餐具 那我們也請他們要做好相關的回收 那麼另外對於增加的這一類的餐具的使用 或廢塑膠容器 我們剛剛報告了 我們會提高這個補貼費率 來促使他加強回收 下一頁 那麼對於外送平台大家很關心說 那是不是提供了很多的免洗餐具 所以我們也跟各外送平台來溝通 那外送平台他公餐的業者 如果是屬於限塑的管制對象 那麼他一樣不能提供塑膠類的免洗餐具 那麼如果要給塑膠袋也需要付費 所以我們請各外送平台 來在他的這個訂餐的APP上面提供選項 讓消費者可以來選擇他要不要 或者說他要不要增購這個塑膠類的塑膠袋 那這個我們請業者在他的網頁上面 來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想在今天整個兩個題目 那麼跟大家做報告 那資源回收市我們現在積極在檢討 希望能夠提升他的效率 那麼提升他的後端的再利用高質化 那對網購的這個減量的部分 我們原來在推動 當然這次受了疫情有一部分的影響 那這邊我們會繼續的再來精進看 怎麼樣子能夠將這影響降到比較低的一個狀況 以上檢驗報告請自教謝謝 好 謝謝所長的報告 來現在開始做選答 做以下宣告 委員選答時間為6加5分鐘 列席委員4加1分鐘 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那委員如果有順面質詢請於3月前提出 預期不受理 暫定10點半休息10分鐘 11點半處理厘史提案 質詢時請各位委員使用消毒過的無限脈功發言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委員出巧會來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張署長 來 署長 委員長 署長好 那黃茂鼠各位同仁也都辛苦了 從剛剛的報告可以看出來 真的大家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而且一直在進化 不過呢 因為這剛剛這樣子的報告呢 我想一般的民眾應該是聽不太懂 那本席的質詢 像是從市民的角度出發 人民的角度出發 我講一些大家聽得懂的話 所以 署長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說這些垃圾 疫情期間垃圾增加 然後要改善回收效率 我就問你好了 我今天來質詢之前 我看一下我自己昨天 一個週末產生的回收垃圾 我家的垃圾 我想請署長你直接幫我問一下 我有哪幾種垃圾 我家的垃圾 哪幾種 我這麼認真做完回收以後 它確定不會進焚化爐的 來 我問你 我昨天有一罐義美的牛奶罐 家庭號 這個會進回收廠還是 會進焚化爐還是可以再利用 這個是會進回收的系統 這個可以回收 好來那我買了一盒蛋 那個薄薄的那種塑膠片 這個有辦法嗎 這個我回收了 這個會進焚化爐還是可以再利用 對 它如果是塑膠 它是可以再利用 但是現在有很多它用所謂PLA 它是生物可分解的 那那個現在它因為量少 所以它的回收系統還沒有建立得很好 你看你前面講很多 你看其實最後面就是回收系統不好嘛 坦白講大部分的狀況就這樣 好來那再下一個 來那我昨天也碎了一包紙 所以碎紙機裡面拿出了一包碎紙 那這個碎紙可以回收嗎 這可以回收 這可以回收嘛 好來那最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我昨天晚上叫了外賣啦 那所以 紙餐盒 還有 可樂旅罐 可樂旅罐應該可以回收吧 這兩個都可以回收 對 但是現在有辦法回收嗎 它都回收率 經過你的努力之後 我們的紙餐盒可以 回收到什麼程度了 我想今天大家在討論的這個問題 真的就是原來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我這麼認真從小到大 把每一個吃完的便當都清完了 然後廚餘到廚餘 甚至還回收的這個餐盒 還要洗乾淨以後堆疊起來 才知道說原來台灣 不是每一個紙餐盒 都有辦法回收再利用 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因為 原來紙餐盒 因為它比較有一些食物殘障 是啊 是啊 再加上因為它那一層 有一層coating 就是 沒錯 所以它一般的紙廠 它不要 對 那不要因為紙價跌了以後 它就比較挑剔 它就說你有這個我就不要 所以它就挑出來了 挑出來了 它的回收率很低 因為沒有人要 回收再利用率很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有 支收關懷計畫 就是我們在去年推出的 就是說我們把這一個東西 我們保證價格比市場的價格高幾倍 好 讓這些回收個體物它收來 我們用這價格跟它 好 所以署長 我先從你這樣的例子就是 我們民眾很認真地做完了 這一些回收的動作以後 我才發現原來 我也不是不能做啦 我 這麼認真做了這些回收動作 我發現原來 我只做到了垃圾減量 但我並沒有提升 國內的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 也就是說垃圾回收率 和垃圾的再利用率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署長我想要第一個請教你 您剛剛提給我們的這個 數值表 說我們從87年 民國87年的5.87的回收率 一直到現在108年有55% 55%的回收率了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署長 這個代表其實是 所有垃圾 垃圾總量有55% 被歸類為回收垃圾 對不對 不是不是 這個是可回收的裡面 它有55%被回收了 可回收裡面 它有被再利用嗎 它有到達了再利用了嗎 它有再利用 但是現在我們在努力的就是說 有的再利用 因為以前我們現在檢討 就以前因為我們補貼 好比說補貼到這裡 那它再利用它可能就利用到這裡 就達到我們的補貼了 它就不精進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有所謂 我們要它高值化 結果我們現在調整我們的補助策略 就是說你可以做得更好 雖然你可能賺更多的錢 但是因為你要投資 所以我們會去想辦法補貼它這一部分 那讓它往高的技術上面去發展 沒有錯 所以我要跟你今天在這邊確認的就是 剛剛好我們可以直接跳到那個基金回收的這個 我們確實是如同剛剛署長你說的 其實我們整個國內的回收鏈 就是因為有責任業者他必須繳基金 然後他繳了處理費 我們的責任業者必須繳交了處理費 他建立了一個基金 然後我們再運用這個基金去做後端的 不管是補貼也好 或者是積合也好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機制其實在台灣 鏈已經建立了蠻好的 但如果前端 我現在就發現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的責任業者 誰需要來繳這個基金 其實它雖然同樣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可是它下面的類別還不太一樣 這就是有些有回收必須要繳費 有些卻不用繳納處理費 那這樣的差別 就導致大家對待的態度會不一樣 就如同剛剛一開始說的 這種我們的廢紙餐盒它需要繳類 可是如果是玩具的塑膠片 或剛剛說的蛋核這種塑膠片 它會不會因為它被歸類於 這個不需要繳納處理費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太處理了 不太處理了 那因為我沒有繳交基金到後端以後 它就根本就不處理 以至於我前端我的家 我在家庭裡面做這麼好的回收動作 根本到最後它就還是進了焚化廠 對啊我等於白忙一場 會不會是有第一個分類這邊就出了問題 沒有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要充分來利用我們這機制 因為我們原來設計繳費是說 它如果回收循環有問題 那麼我們透過公告應回收收它的錢 那要補助後端 它如果回收利益不足補助它 那讓它可以構成循環 所以像紙 因為大家回收得很好 紙廠也願意要 所以它不需要去收錢來補貼後端 它自己的構成循環 那現在我們要收的這些就是 它沒有辦法構成循環的 我們當一個經濟工具 就是說我收了你前面的錢 補貼後端回收再利用不足的這個費用 那讓它可以願意去循環再利用 所以確實這個繳交基金 也等於是在建構完善這個鏈一環嘛對不對 那因為以前我們操作比較保守 所以我現在有跟同仁鼓勵 就是我們要勇敢一點 好比說我們在之前 對於有關那個 那個像降瓜那種蓋子裡面 有coating一小圈的這個PVC 那我們要限制PVC使用 所以我們上次就一次調整 它百分之百的回收費 那他們就告到限 我贊成 坦白講我就是需要署長 你應該要這麼多年了 可以再大刀闊斧的向前走 就是在這個地方補助的類別 我們其實可以放手去做 讓更多的類別可以進這個循環 這是我第一個 從類別跟您討論的 那很高興聽到環保署 有這樣願意跨出一大步的計畫 這是第一個類別的部分 第二個我也想問環保署 能不能夠再精進的 就是署長 既然我們剛剛討論到回收率 跟回收的再利用率 這是根本兩件事情 那我們的期待就是透過 增加它的經濟產值也好 或者是提高前端的補助金額也好 讓它能夠進入這個循環 那我想建議 你現在在費照明光源 和費機動車輛的這個地方 你有訂定了 因為回收再利用率 它的高低做得好或不好的差別 而來調整你的補貼費 那我們能不能夠在這個地方 把類別也擴大 就是你剛剛擴大類別 收的類別 這是第一個擴大收的類別 但是第二個 收進來以後它的成績好不好 我們的補貼也可以調整 做得好的給它多一點 這樣能不能夠也刺激這個循環 謝謝委員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努力的 那麼一個是說 我們要從前面收的 要不同的費率 如果你設計比較環保的 我收少一點 不環保的 像剛剛那個你用PVC 那不環保的我收高一點 那讓它去轉換 第二個就是剛剛委員提的 沒有錯 我們要增加 有些它沒有收費 它回收率不好的 我們要去公告 第三個就後端 那後端剛剛委員提的沒錯 也是我們剛剛在報告 提到我們所謂高職化 我們希望它的 不是你收來以後 你隨便弄一弄 然後達到 就好 你要更好的利用 那我們未來以往會覺得說 你更好的利用 好像你就賺更多錢 為什麼要補貼 現在我們觀念要改 就這份你願意用更高的技術去做 我們寧可讓你賺錢 但是你讓這個 東西真的可以進入循環 所以我們剛剛在報告裡面有提到 所謂高職化 也就是我們再下來要努力的 很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贊成並且支持環保署能夠推動這樣的計畫 尤其是第三個 我們再看剛剛那個紙餐盒的部分 也就是如果你這前端的鏈可以建立起來 把這個補貼的夠了以後 那後端的資源回收場再處理場 我想他們會有比較高的誘因 才不會造成像現在我們今天必須花時間討論的 紙餐盒的回收原來我們全台灣回收了這麼多 結果只有三家 你目前在努力四家的回收場 造成大家的成本提高 以至於沒有人要做 那我們就想辦法讓這個成本可以降下來 包括補貼多 包括增加幾個廠 那這樣子整個鏈才能夠建立起來 我是期待像署長說的 你這個新的與時俱進的這些鼓勵措施 可以賣大步一點 這樣子我們從小在這邊學那些四個資源寶寶 四個外星寶寶 這樣從小學開始的垃圾分類 才不會是白忙一場 這是我對環保署的期待 協委我們現在更希望說他能夠更激動 好比說現在油價突然跌下來 那麼原料價格跌了 他回收就沒有利潤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我們機動來調整他的補貼匯率 那讓他維持正常運作 這個我們會充分來利用這個工具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署長 謝謝 好 謝謝署委員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洪森和委員來做尋打 想請張署長 有請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那個署長我今天想要跟討論的 其實也是關於這個 我們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之後 那各國的一些環境政策的一些問題 我想先請問署長 在這個全球的疫情爆發後 國際上面這段時間 不管是政策規劃公共政策界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熱門關鍵字 叫做綠色紓困 署長有沒有聽過 是 好 那前兩個星期 大概在4月9號到4月11號這幾天 歐盟總共有13個國家 他們這13個國家的環境部長 連署了一份公開信 這份公開信裡面呼籲歐盟的委員會 不能夠因為疫情而放棄了氣候跟環境政策的目標 相反的更要利用這個綠色政綱的政策 讓疫情過後的政新進化 能夠整合不管是綠色或公正轉型的原則 我想問署長 那個你知道這封公開信嗎 有我有偶爾看到相關的報導 好 那這13個國家裡面其實如果仔細看喔 他包括哪幾個國家包括義大利 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國包括德國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是這一段時間 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幾個國家 也就是這些疫情最嚴重的幾個國家 他們的環境部長依舊還是連署這份公開信 那在這份公開信裡面有幾段話 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首先他們第一句開始講說 我們應該為重建我們的經濟開始準備 並且推動必要的政新計畫 重新帶回煥然一新而永續又進步的繁榮 給歐洲及他的公民 我相信這個概念署長一定是同意的嘛對不對 好 那在今年的4月12號的時候 張署長其實接透專訪 其實有談到幾個概念 張署長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新冠肺炎疫情變化很快 現在台灣還處於防疫及紓困的前期階段 首要的前提是要讓產業先不要倒 等到疫情更穩定 達到中長期的紓困跟政新階段的時候 才有機會談及更多的綠色紓困的可能性 簡單說張署長意思應該是說 我們先把經濟給雇住 之後我們再來談環保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張署長這個撐住產業不要倒的這個想法 我自己覺得並不算錯 畢竟沒有人希望看到企業倒 但是我覺得針對導入環境思維 導入相關的做法的時間點跟內容 我認為其實是有不小的討論的空間的 在這邊其實想跟張署長交換一些意見 這些我剛才講的這封公開信裡面的環境部長們 在提到應該要重振經濟之後 他畫風一種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這麼做的同時 也就是說這個政新計畫的同時 我們不該失去對長期的氣候以及生態危機的關注的視線 甚至他們更直接的讓說 武漢肺炎的危機帶給人們的啟示 就是盡早的行動 這是他們在信裡面寫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們主張要用這個歐盟的綠色正剛 也就是這段時間歐盟委員會不斷在討論的綠色正剛 來作為復興經濟的框架 一方面確保企業的穩定跟前瞻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 要促成2050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還有很堅定的提升2030年的氣候目標 還有綠色轉型 還有守住生物多樣性 這幾個綜合性的目標 簡單來說在歐洲被這個疫情重創的當下 他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危機 可是也是一個經濟跟氣候轉型的一個契機 所以關鍵就在於綠色正剛的落實 所以在下面一段我有列出來 他們很直接的是這樣講的 他們說對於看似能夠回應線下危機 卻會使歐盟在未來幾十年 綁死在化石燃料經濟的短期解決方案 應該要忍住這個誘惑 所以說他們的疫情就算比我們嚴重上百倍 但是他們的環境部長還是很清楚 在眾多的紓困或補貼的方案裡面 會擴大化石燃料補貼 或者是化石燃料經濟的這些方案 短期是會有誘惑力的對不對 短期會有誘惑力 但是長期卻會產生更大的副作用 不應該優先的採納 所以我想請問署長 你同意這13個國家環境部長聯名提出的要求 應該用綠色轉型來作為紓困 或者是振興經濟的框架的這樣看法嗎 如果這個公開信放到你的面前 你也會簽嗎 跟委員報告這當然會 我想這個其實在政府也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想我跟委員報告就是 其實在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院長也提示過 結果其實它是一個轉型的契機 所以雖然它是個危機 我舉個最簡單的 當然不一定是環保的綠色 那院長舉個例子說 譬如說那現在夜市生意不好 那我們一直長期覺得夜市的環境不好 能不能趁這個機會 小茂補助他把它整個環境改善好 等到回來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一個比較進步的 好 那個就是同一個概念 就利用這個機會 如果有機會 您所提的所謂綠色的這一步 那當然我們要放進去 趁這個機會來做 那署長 那我就進一步想請教 環保署其實目前作為一個氣候變遷 跟減緩調適的一個部會 也是行政部門中最了解 相關政策會造成什麼樣子 環境影響的這樣子的部會 所以在行政院提紓困方案的時候 是否有建議 行政院應該納入綠色紓困的思維 給檢視紓困的措施 是否符合氣候行動的 紓困的措施跟氣候行動之間 有沒有矛盾 甚至提供相關的建議 比方說我舉例來說 這個化石燃料有關的補貼 可能會造成什麼負面的影響 環保署有沒有給予行政院 像這樣子諮詢性的建議 我想跟委員報告 在剛剛委員說上次訪問我所表達的 是 現在這個階段 我想包括現在大院裡面還在討論 是要發現金還是 還是 是 已經 還在面對的問題是說 現在已經遇到困難的 活不下去了怎麼辦 但是 我知道 但我現在要說的是 所以 我們現在我們在檢討這一部分 就 適當的時機 我們會把這個放進來 所長 我現在講的是說 比方說現在 結局 如果經濟部門提出來的一個補貼方案 是要對燃油 燃油車的這個油價 油錢 或者是電價 進行相關的補貼的時候 環保署有沒有舉手說 當然 這個政策主導的不一定是環保署 但環保署有沒有舉手說 這個政策 可能會造成什麼樣子負面的影響 至少清清楚楚 提醒行政院相關的負面的影響 環保署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 每個國家不同 因為我就我了解 他們所謂說 補貼他的氣氧費 補貼他的那個 其實他主要就是紓困 是 因為他現在他營運不下去 他並不鼓勵他再去多用 但我現在想說的是 這些相關 化石燃油相關的補貼 是眾多補貼裡面 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 對不對 這不是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環保署 應該要清楚的提醒行政 我們有很多補貼的做法 很多補貼的工具 但是哪幾種 哪幾種做法 他可能會對於短中長期 會有什麼環境 副作用的影響 我認為環保署應該要提醒行政 這要求應該不過分 我想這個如果會有這麼明顯的 當然我們會去講 但是說現在看起來 其實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現在在想的是什麼 就是好比說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那我們現在說 那汽車滿街跑 計程車滿街跑 那我們可不可以利用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你的 你的這個 滿街跑 所以你油耗很多 所以你必須紓困 那我們可不可以想辦法去 輔助他改變 他一個轎車的形態 這當然是很好的 因為剛剛 我們應該把這個 放到後端振興的時候 趁這個機會 去做一個形態的改變 署長你剛才說 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那我覺得 是否到這個階段 我覺得可能要進 我們再整理 可能要進入一個 更仔細的評估 比方說歐盟委會 這段時間他是說 他將會提出一份 衝擊評估的計畫 針對疫情所造成的 需要的這個 經濟的振興 還有提升歐盟 2030的這個氣候的目標 會有哪些挑戰要面對 有哪些機會 提出一個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這邊其實想 希望環保署做幾件事 我希望環保署 可不可以盡量的研溢 現有的紓困方案 的這些綠色的建議 包括把綠色紓困的概念 放到裡面 能不能夠針對 紓困跟振興計畫 比方說 在能資源的消耗 在環境的影響 或相關的建議 提出一個 初步的評估報告 可以嗎 這個我們在研究 我想我們可以來努力 提出一份 這樣初步的評估報告 那我想問署長 你覺得多久時間 可以提出來 我們署長說 一個月可以 一個月 一個月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其實一個月 做得好 做得確實 一個月我們都接受了 畢竟疫情 我覺得不太容易做得出來 但我們署長 不敢講太久 所以要說一個月 我說實話 我自己希望做得好 做得扎實 而且能夠符合去 一到兩個月 我說實話 我自己都可以接受 謝謝委員 因為疫情的時間 可能還會再拉長一些 包括紓困的時間 振興的時間 都還會拉長 我們把這時候的 相關的建議 評估給做好 我覺得提供行政院 提供給社會大眾參考 我認為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就一到兩個月 好不好 一到兩個月 請法官署提出 提出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衝擊的報告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洪委員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吳施懷委員 來做選擇 有請署長 來 請署長 好 委員長 署長辛苦了 首先本席肯定 這一段時間以來 環保署以及 疫情防疫指揮中心 做了很多事 我也仔細看了 你們剛才的專案報告 但是我要提出一個 可能的危機 政策很好 能不能夠落實在基層執行 才是真正的成果 我們舉海軍這個例子 顯然 防禦教育 防禦的警戒性 落實在基層的執行面 產生問題 才會有這個破口 所以基於這個理由 本席第一個質詢的就是有關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廢棄物處理 剛才你的報告裡面都有提到一點 但是根據本席在這幾天 跟很多基層村里的了解 跟你的規劃實際上有相當多的落差 我想請問一下 到現在為止 你們處理了多少廢棄物 有關居家檢疫隔離廢棄物的處理 處理了多少 有沒有數據 大概到目前統計起來是大概60噸 好 大概60噸 那我們要算一算 看看 到16號為止 居家檢疫 有11萬人次 假定現在網路上還有過去公告過的預估 每天生產一公斤的廢棄物 會有1540噸 可能有感染性的廢棄物 那這個落差 會不會在運輸儲存 最後處理的過程中產生破口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有一個要跟委員 也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說基本上在居家檢疫 那麼除了上次後來 這個國外回來的很多之外 其實原來的確診率 當然林俗恩委員指證過 我說不能這樣講 但是在那個之前的確診率是很低的 那所以我們 我們對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 就是說 我們希望 他如果要排出 我們就用最高規格 用感染性廢棄物的標準來處理 但是他並不代表他是感染性廢棄物 所以如果他在檢疫期間 他不排出 檢疫完成 他證明沒有感染 其實他的廢棄物就不是有問題的 署長這個我都了解了 我想問的是 我們所謂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所謂超前部署 就是怕萬一嘛 我們當然知道 他沒有確診之前 這些廢棄物是沒有污染的 但是這14天 你想正常人 14天的廢棄物垃圾 擺在家裡 他能夠順利擺14天的可能性有多高 所以我才提醒署長 你們要想辦法去檢討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做不到 那麼多了 你只能處理60噸 還有將近9百 1500多噸 怎麼辦 會不會產生感染的污染 那如果人力不夠 事業勞工這麼多 如果預算不夠 紓困條例去爭取 一定要把人力補足 把預算給夠 否則你環保署通天本領 你也做不到 我希望依據這個基層執行面 你們要提出你的人力跟預算需求 確實把關 否則又像這次海軍確診的案例一樣 都是在基層執行面 因為沒有落實或者疏漏 造成如果廢棄物有感染 傳出來 環保署首當其衝 所以我提出這個 希望你們能夠特別注意 第二個 你剛才的簡報也提到 有關廢棄物 有關吃飯 自帶餐具或者免洗餐具 因為疫情 所以你又開放一部分 讓它可以使用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我也去問了一下 附近的商家 這兩天 有一些業者 鼓勵 民眾自帶餐具 這樣子可以減省他們 減少他們用免洗餐具的 這些疑慮 那裡面就是一個兩難 你又不能讓它用 又不開放 它又不行 用這個餐具 洗來洗去 又有傳染的可能 所以針對這一部分 我也建議環保署 你們是不是可以在 紓困條例裡面 定出很明確 很明快 定出來 幹什麼 鼓勵商家 如果民眾自己帶餐具 就減少了 我們這些免洗餐具的使用量 那麼鼓勵給他獎勵 給這些商家補助 那麼商家就願意 給這些民眾 如果你來 我給你九折 八五折的折扣 從上到下 從政策到業者 到民眾 很明快 定出一個獎勵辦法 大家就開始去做 合不可以做得到 是我想 謝謝委員 第一個就是 其實民眾洗餐具 其實它並不是洗不乾淨的 我們之所以會同意 是因為有很多 其實是心理因素 那麼因為現在 大家在紓困的階段 所以我們防疫優先 所以我們才會同意 但是事實上 現在申請開放的 其實並不很多 有很多縣市 其實它很多 它還是照常來提供 民眾也都接受 那委員的提示很好 就是說 如果它自備餐具 能不能給一些鼓勵 這我們也試著再做 包括 這個用自帶的隨行杯 去買咖啡 它就可以折價 這個我們來研究看看 可不可以怎樣來做 當然這個 其實在我們的 行政上 應該就可以做了 不需要到紓困條例裡面去了 這我們來研究 看怎麼來做 我所知道的 現在有很多 小商家就是這樣子 就像您剛才講的 自己戴杯子 買咖啡 我打多少折 95折 9折 自己帶餐具來 我打9折 打85折 那政府應該做的事 就是防疫教育 你趕快去宣導 辦法泥出來 鼓勵很多商家 大家自己戴 每一個家都有便當盒 都有類似的容器 這樣子做 從上到下 有政策 有業者 有民眾配合 變成一股蜂巢 在未來的環保 也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儘快 做出一個具體的案子 跟我辦公室 聯絡一下 好嗎 沒關係 我們這個研究可以 我們就儘快來推動了 好 第三個我要問一下 經濟部打算要放寬 用電大戶的標準 這件事 會使減碳的成效打折 你們應該要有 你們的看法 因為去年9月份 經濟部就擬了一個案 把800千瓦的用電大戶 放寬 一下子要到5000千瓦 這個問題很嚴重 當然我們知道 發展 經濟的發展 跟環境保護 是一個兩面刃 可是環保署 要有你的態度 是從800千瓦 一下子跳到5000千瓦 你們同意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越有一個 能源辦公室 我們會到那裡去跟他們討論 因為現在我們也在檢討 第二階段的目標 所以這個我們會到那裡去 跟他們大家來溝通 怎麼樣子才能夠達到他的目標 那這個這樣的調整 是不是會影響到他目標 不是 我希望 民眾聽到的 不是希望你們 我再去溝通 再去協調 我要問的意思是 你們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樣 是800千瓦 一下子放寬到5000千瓦 還是中間有沒有其他 漸進式 真正符合環保要求 而不是因為 為了一些大企業著想 就把綠能的這個標準放寬了 你的態度是什麼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整個減碳裡面 有關能源的部分 其實在能源管理法裡面 有要求 他有個碳排放係數的部分 所以他這個 這麼樣的調整 是不是他還能夠 達到法定的要求 這個我們會去跟他們 來檢討 我希望環保署 站在專業立場 能夠更積極 不是 在能源辦公室底下隨波逐流 那就失去你的立場了 能源辦公室是院裡面最高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要站在專業 據理力爭嘛 這是你的業務指導 我們會提出我們專業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書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謝謝書長 接下來請莊京城委員來做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那我們請署長 來 請署長 好 委員好 首先我要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口罩的問題 那口罩它不是回收的 它不是屬回收性的垃圾 那本期日前在貴族的臉書上看到說 亂丟口罩比不太口罩更可怕的金魚 那也看到說針對這個亂丟口罩的這個罰緩 從這個4月1號起 然後有原本的這個1200塊 提高到這個3600 那最高可以罰到6000嘛 好 那根據貴族的統計 那全國的這個環保機關及各場所 管理單位已經增設428個 這個口罩專用的這個 這個不能說回收垃圾桶 是收集桶啦 供這個民眾丟棄這個口罩 但是本期在路上也是常 還是會看到一些口罩亂丟的一個情形 那甚至這個里長他們的這些環保志工 也有反映說常常也在 他們在做這個里的環保工作的時候 也會看到一些口罩的亂丟 那當然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算他們熱心的民眾 也不敢去撿這個口罩 那所以我想先請問一下這個署長說 這個口罩亂丟的這個機查 目前的效果有沒有成效 各位委員報 我們對於口罩亂丟的部分 其實現在我們各地方環保局都很努力的在做機查 那我們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說 對於比較容易丟的這個場所 加強巡查 然後跟這個管理單位去提醒 有沒有開罰過 有開罰過一件 一件 目前就一件 目前有三件 因為這個取證不太容易的 因為你要當時看到它丟而且要能夠有證據 所以這個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我們機查的數字還蠻多的 反正你口罩你要吃飯的時候拿下來的時候你會怎麼拿 當然是從這個這樣拿下來 那會怎麼放 怎麼收 怎麼收著 就是說你要吃飯嘛 那你會怎麼保存這個口罩 對 我會有那個 當然我就是基本上如果我們自己還要再用 當然你是要對摺起來把自己用在那邊在裡面嘛 因為要保護自己嘛 對要摺起來然後你要適當的這個封套放起來這樣你才有可能再用 我個人的話會放一張衛生紙在桌上啊 然後那個口罩 外面那個是放在上面 我剛剛講的是說如果是在外面 我們就隨身帶你就必須要把它 像委員提的那個有個塑膠套子把它套起來 那另外丟口罩呢 丟口罩如果說這個這個我們自己不是感染的 那因為我們自己這一面應該是乾淨的 所以丟了為了保護收集的人 我們應該是把它反折過來 就是裡面這面要把它反折嘛 就把外面可能會被人噴到的那個折在裡面 這樣去後面收集的人的 然後甚至用那個旁邊那個耳線把它給收起來 對對對綁起來 那如果說是我們是本身在隔離的人 那可能就要往裡面摺 因為我們自己可能裡面 還要再用一次嘛 不是不是 就我們如果 隔離的啦 隔離 我們擔心我們萬一確診 那我們這可能就有感染 所以你要往裡面摺 避免人家去摸到裡面的這一層 是 那但是最後還有一個重要步驟 要去洗手 對對對 對 好 要去洗手 好 那下一題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台灣推動這個資源回收的這個政策上面 然後我想說這個支收個體戶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貴族自從這個108年8月1號開始針對這個全國有列測的這些支收個體戶 有每個人每個月補助這個3500塊的這個補助費啦 那今天報告我們也看到說 因應這個疫情導致這個全球這個原油的需求萎縮嘛 那連帶也會影響這個塑膠原料啊 再生料及回收處理系的這個供應鏈的價格的下滑 那導致於說這些牽動回收處理的這些意願啦 降低他們的意願 那我想問一下主長說 目前這個疫情對於這個支收個體戶的衝擊有多大 那他們有沒有辦法去 去 申請這個紓困的一些補助 那如果有的話 他的補貼的這個費率會怎麼樣的試算 各位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對我們的 基層的回收的同仁一定會有影響啦 一個是說 商業活動強度降低 那可能他可以收到的東西會變少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像包括疫情以及這個原油這樣 跌價的關係 他可能價格也會降低 所以 所以我們大概 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機動調整他的回收的費率 補貼的費率 那讓後端的收的人更願意收 讓他收的東西能夠賣得出去 那原來我們已經保證價格跟他收購了 所以他每個月三千五 他只要量夠多賣得出去 他一樣就可以有三千五 另外就是說 我們對於 現在也在檢討 就是說 那我們這些自收個體戶 基本上都是比較基層的 那 除了原來全國的統一的這些紓困的措施以外 我們有沒有可能 針對我們的這些自收個體戶 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那這個我們在檢討 那這當然不會在紓困裡面 因為我們是特定目標的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基金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我們現在在檢討 去補貼他們 是是是 另外就是說在像2018年這個 中國他們啟動這個禁費令之後 那我們這個國內的一些回收價格 雪崩式這樣下降 那影響到很多這個回收業者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中國禁令之後 我們台灣開始進口一些歐美的廢紙 但是從一些報導上看出來就說 有10%這個貨櫃金 有10%到20%是純垃圾 因為他們價格低 價格低 被我們這邊進口進來 然後有30% 它不是回收的廢紙 那所以整個算起來好像有 一個貨櫃金有50%是純垃圾 這樣的情況有沒有改善 跟文報這個是開始的時候 那好像有這種情況 但是其實我們很快就修改了規定 所以以往是可以透過貿易商它去進口 我們修改規定就變成說 你要使用的廠商 你自己才可以進口 那這樣我們就不一定要在邊境就管制你 而是你到了廠裡面我都還可以去查 但以往進口商它可能來了分給誰 我們就很難去查嘛 所以我們也包括進口的樣態 一定要下降要乾淨的 從回收系統收的 我們是不同意進口 那另外我從國外現在進口這些 不管是可回收的廢紙這些垃圾也好 那因為疫情的期間 對國外這些進口的垃圾 我們如何確保它的安全 我想因為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們進口的不是垃圾 第一個現在我們規定能進口的只有 就是工廠的下降料 單一材質的才可以 那第二個因為現在我們是只有 你要使用的廠商才可以進口 所以它不會在外面流竄 它進來的貨櫃一定是直接到 你要再利用的廠商 但是南保有廠商進口的時候 可是國外他們如果不老實 裡面還可以夾雜一些 有些包含它裡面還是會給夾雜一些 那些家庭的垃圾在裡面的話 你就防不勝防 對 但是因為這個是進口的廠商 它跟對方買的 所以它是付費的 所以它會對它的品質做要求 所以這種情況應該是比較少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講的是因為它會進到它的廠再去拆開 所以它流到外面的感染的風險 其實是低的 或是在它自己的廠裡面 那廠裡面自己回去做相關的 是 那另外有那個 製收各禮有跟我反應 那就說他們在第一線 面對這些回收垃圾的處理的時候 那他們感覺在疫情的期間 他們的防護裝備可能也 尤其有些製收各禮 它真的就是比較基層的 那他們在防疫設備上 真的是比較不足 那這些要怎麼 怎麼去跟他們宣導這個防護宣導 或者說在這個防疫的措施上面 怎麼去幫助這些 製收各體物去做第一線的這個防護 抱歉 這個我們再加 因為去年我們已經有給它一些 基本的像手套這些東西 但是那 針對疫情 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做更多 這我們來檢討看看 是不是針對他們的需要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幫忙 對 因為他們說 有時候他們在做回收 因為在整理這些民眾 他要去分類 那他們會覺得說 有風險在這邊 那但是他們又沒有足夠的這些 防疫的物資 那他們面對這樣的風險 我覺得 環保守這邊應該提出一些措施 來幫助他們 這個我們來檢討 趕快來做 那另外這個問題 就剛剛那個 蘇維也有講過說 就現在這個基金是由那個 責任業者去 出這筆基金嘛 拿來補貼後端的這個回收業者嘛 是 那 有看到說這個 因為現在是採這個業者 這個主動誠實申報嘛 嗯 那所以環保守這邊也有 稽查到有些是不實申報的嘛 那也有去查 有去追回這個不實申報這些 那這些到底 占的比例有多少 那 要如何解決 讓他們誠實申報 那環保守說要用那個 影片的宣導 可是影片宣導 如果業者是 擺明是故意的 用影片宣導是 有用嗎 還是你們如何加強去激少這個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不實的那部分 我們是每年都有委託 會計師去查帳 是 所以我們現在會提高 就是說被人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 我們有個這個定量課費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 小額的不要浪費人力在那上面 對大額的 他的 就是會計師的查核 要更落實 那讓他能夠確實申報 那這三十二張 三十二支影片 就是說 他平常報 可能是不小心會報錯的 那我們透過 快去是查核的經驗 告訴他 你怎麼報 你哪些東西可能會常犯錯的 但讓他不要再去重複 錯了補件 錯了補件 但是就是 希望說 他們怎樣讓業者他是可以誠實申報 那如果他真的不誠實申報 你們抓到之後 除了補腳這個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 有那個會處罰的 是那個會處罰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中委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邱大人邱昭偉 來做尋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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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謝謝我最尊敬的主席 劉昭偉 還有 是不是可以請 我們署長 署長 不好意思 很辛苦 大家好 看第一張 好 我想 這兩天大家比較擔心的 當然是跟我們 國軍 染疫 官兵 那我們可以想像 因為我當過兩年的海軍 我大概非常清楚官兵 下船以後 上船在這時候下船以後的流向 那 當然他們 基本上如果有兩天的時間 基本上都會回家 那可能 今天我也很尊敬 敬佩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非常辛苦 把所有的行蹤 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今天既然我們保守 我們就來關心一下 我們的官兵回去 或者本身 在現在還在查證 在在查驗當中的時候 官兵跟或回家以後 家人的垃圾處理方面 我們環保室有沒有特別要對 疫情中心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或什麼措施這樣子 市長可以先我們互動一下 謝謝委員 這個部分因為 他們還在做疫調 他們人員也都集中了 所以他們真正在加護產生的垃圾 其實量應該是不多 那部分可能也很難再去補救 但是他集中了之後 那一部分 我們現在是全部委託 甲級清理業去幫忙做 做清運的 對 這是集中的 他們這兩天接觸的家人 有沒有可能他們 這個部分需要再處理 要他們多注意到垃圾的處理 因為回家那兩天 一定有丟很多的垃圾 那孩子回來 年輕的孩子回來 一定父母 都叫叫叫兄弟 姐妹大家來吃飯 包括廚餘 包括各種用具 用品 是不是他人去集中 可是家人還是不要嚇人 這個有沒有要稍微 稍微靜著一下 我們很敬佩 我想這個提醒很好 我想我們也應該是要呼籲一下 如果家裡有這樣的子弟 是現在被要求去檢疫的 那最好的防範就是 他回來用過的東西 他用過的廢氣物 要妥善的包好 再去丟棄 甚至他用過的器具等等 可能也必須做一些適當的消毒 基本上這個成分還是要很小心 不只說已經確診了那幾位 最好接觸的 包括我們從國外 我們從英國 當時回來的話 小朋友的留學生 都自己去找地方檢疫 兩個禮拜還不夠 父母要讓他到第三個禮拜 都很小心 所以不要說變成這裡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拜託環保守 如果你覺得你們一個專業 覺得需要處理 請你建立一下 是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我也在這邊也敬佩我們 蔡總統特別先是張格的方向 對國軍這一次的 一個指示 都讓我們明確的 國軍軍隊真的很難管 你想看那個海軍 一個床跟一個床的中間 真的就大概真的 他講的也對啦 大概只有六個拳頭的高 真的那種環境 真的也是很為難國軍的啦 也在這邊跟 國軍的所有將士們 你們的努力 那個自己最大的建議 但是真的很困難 但是還是要很小心 那有特別指示跟醫療體 總統有特別指示 要跟醫療體系結合 對染病的官兵 或者相關的儀式的 要跟醫療體系 這個部分 像我下午就會召開全國的 醫師公會 我們用視訊 不要他們 因為我本來叫南部的 醫療院所要注意啦 因為大家都 你看看 大家的確診 每一個都會去看診施 還有去看病院 台中農種了 對 所以已經不是只有 南部的診所 對醫療院所 我知道叫全國通通 上線來開會 希望我們超前部署 把這一波鎖住啦 至少他在設計裡面 只要到醫療單位 我們 我們不要醫師不知道 然後又看了這些類似的病人 哇出來又說確診 啊這個 人數都要關 啊 便宜的科技 那真的 會可能 會有醫療崩壞的擔心啦 所以我們醫療體系 一定會超前部署來處理 跟大家 環保史也拜託一下 多注意到這個部分 是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還是要關心一下 清水人員的口罩 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們使用的是哪一種 是幾層的 是哪一類的 它的防患效果是怎麼樣 還有現在量是不是充足 這有時候 沒有說的 我都去給他來他去嘛 會痛感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 我每次都一定要再關心一下這個 不曉得有沒有要回答一下 是謝謝委員關心啊 因為這個其實我們一開始也就注意到了 但是因為 在開始分配的時候 因為地方都有成立應變中心 所以在指揮中心的處理原則是 清潔隊需要的就由地方指揮中心 他們來發配 那麼也有委員關心說 好像有的沒拿到 後來我們去了解 確實有的它的系統不是很通暢 他比如說中間到某一個階層 他沒有確實發到清潔隊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去進行督導 然後我們也跟指揮中心來反應 他們也去做要求 所以目前看起來大概 我們清潔隊大概 都可以拿到他所需要的這個 大概一個禮拜大概都可以 差不多每天一片 或者說是每個禮拜 可以拿到五片 目前大部分的縣市 大概都已經可以拿到 一個禮拜幾片? 一個禮拜 每天一片 或者說一個禮拜五片 就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 一個禮 一片 一片夠嗎? 因為他沒有 沒有每天收集 沒有每天收 這個就是看他收的時間 那優先就是線上收的一定要有 你說掃地的那也許他自己 去準備那個他不一定要用到醫療的口罩 但是線上收的 我們是希望他們都有 好 我另外補充問一個問題 這個跟醫療救護也有關係 我請教一下 拋棄式 輕便性 於醫 我們的回縮狀況如何 怎麼回縮 他會對環保造成壓力嗎? 因為我們現在很困難 就是說日本 比如說日本的大阪 到處幾個醫師會 至少接到十個醫師會 來說拜託我們能不能幫忙他 我實在實在沒辦法 你都叫我管錢沒問題 但是 那個 要其他的管制 就是說 徵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變成沒辦法買 所以我們醫師公會 兼了兩千件是兼給 那個義大利的靈醫會 給他去便宜醫療醫護人員用 我自己去做的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再徵用 去選 防潑水的 然後去自己設計 我們台灣的醫療人員 在用也送給 那個義大利 但是日本這個部分 他們 日本大阪市市長就喊說 是不是所有的醫醫都拿來用這樣子 我現在擔心的是說 我要上醫醫也不是沒有 拋棄式的羽衣 但是 他對環保會不會將來造成壓力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想 第一個羽衣 其實現在所謂拋棄式的羽衣 其實他的質量都很輕了 所以量不是問題 但是我想 個人認為如果說真正擔心的是說 他如果真正是在醫院裡面去使用 當然我們台灣沒有這個情況 就是他如果可能接觸到的是感染的 那可能他就要病同感染的廢棄物去處理 那如果是在外面一般用 當然他的病毒一般廢棄物 這是沒有問題 好 這個請注意一下 我相信這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連做語衣的人都很擔心 我曾經要去募過說實在的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擔心環保的那個不一樣 環保的那個防護衣 這將來我就擔心 我就不敢跟人送人 你知道嗎 我不能說 就在對救命 對環保的壓力當中我們是很掙扎的 這個我因為實際的關係 我就私下再跟你請教 就是說再請教你專業的 我還是問一個問題 看地下商 不好意思 再加一張 我們今天用免疫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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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民眾自帶餐具 那這些的鼓勵更小 這個可能真的要鼓勵 是是 這個我們會來研究 我想我們在面臨一個危機 怎麼樣變成一個轉機 這中間有很多利弊得失 很需要去虔衡的 都是我們所有政府跟全民 都是要靠智慧來判斷來努力 是 才有辦法減少最 把傷害減到最低 把利益創造最 最好 我想環保也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 那署長辛苦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邱聰委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廖文五言來做審討 謝謝主席我請一下署長 請署長 委員好 署長辛苦了 我想針對一些 整個政府在推動的光電板這一塊 提出來請教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目前來講 政府都一直在推動節能減碳 然後太陽能光電的話 一直在鼓勵當中 那我們所知道到112年的時候 那個廢板量大概1萬公噸 那124年以後每一年都會 大概要10萬公噸 那這些來講呢 幾乎還有一些風災的問題會增加 那我想說20年 現在從89年開始做到現在 已經20年的太陽能光電板 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廚藝的 那我們回收機制 有沒有建立起來 然後政府在另外一個就是 政府在鼓勵這個光電板當中呢 那個太陽能光電板這邊 到底環環署的 你們的基本概念是怎麼樣 你要讓民眾都知道嘛 我再舉一個例子 現在之前都在推 因為節能簡單都推物體 設那個光電板嘛 現在幾乎南部 未來台灣的景觀大概從空照圖上 照上去都是光電板 所有農地 只要空地 然後都在鼓勵 所有光電板的公司都在南部地區 鄉下地區炒農地在做光電板 那當然的這些利潤的問題 或者是沒有那個老年人嘛 沒有辦法跟做的問題 他們算了租出去就好了 可能他們現在有一些爭議說 還要講稅的問題 這些有在地方爭議 現在屏東另外一件事情 也請教一下署長 牡丹水庫設光電板 好不好 這兩個問題請教一下 回收的問題見過了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光電板這個廢棄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很早就看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 你贊成鼓勵 認為政府在一直在增設這個 你覺得 在你的歷史上 我想再生能源是一定要走的方向 要推動 對 那剛剛委員提的 譬如說在水庫上面等等 那當然他必須要去考慮 他設的位置好不好 或是農地 那對生態可能的影響 或是說對農業可能的影響 那個是在設的時候必須要去考慮的 我想再生能源 我們當然都不反對 問題是台灣這一塊土地 適不適合這麼大量的設光電板 那我們也知道政府一直在鼓勵當中 將近有兩兆聽說可以 幾乎所有南部的光電板都說 那個業者都說 來銀行 拿錢出來 拿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種推動方式 對台灣這一塊寶島 好不好 署長你的概念 如果在美國很多光電板我沒有意見 中國大陸那麼多光電板我沒有意見 那我們都這麼小的地方 而且還沒有建構那個回收機制的話 未來面臨的問題可能是什麼 是 各位委員報告 這剛剛您委員所提的 沒有說是兩個問題 一個適不適合這樣子蓋 當然這個就變成 詮釋到他放的位置 比如說是屋頂 那本來屋頂就是在曬太陽 拿來做光電板 我們都很支持啊 對 那至於說農地 那是好的農地要不要拿來用 這個就必須考慮的 或者說這個水庫 那他設了以後 對生態會不會產生影響 這個也是必須考慮的 那當然其實回收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在建立 已經在建立 對 因為現在就是他們協會 他們希望能夠 我們輔導他們來自主來做回收再利用 但是我們現階段已經跟能源局協定好 就由能源局先替我們來收 就說每一千瓦要收一千塊的金融支禮費 組長 這些回收的一些 以後未來的處理的錢啊什麼都可以 問題是台灣這一塊要建構一個合法 而且沒有污染 而且很放心的回收廠 而且處理的很好 那未來因應這些大量設置的光電廠當中的 這回收的量能不能建立起來 我們很擔心啊 都收錢 我們核能發電廠也收了一個核能端基金 沒有啦不會 因為我們 台北處理你知道嗎 沒有人要幫我們處理 因為我們這個收錢 就是要補助後端的處理 所以現在因為有這個機制起來 後端人家才會設嘛 不然如果省不賺錢就不需要省嘛 今天要收錢 有收錢 那你去處理會得到一些補助 那他讓他有利可讀就有人設 所以現在已經有三家處理廠 他已經被許可了 他可以來 設在哪裡 三家在哪裡 沒關係資料再給我啦 我們再補充資料給委員 不好意思 這一塊我是覺得 如果類似有需要做環評要設置 類似在水庫上的時候 如果邀請到環保署的相關單 我希望你們要具實引爆 因為整個水庫的供應屏東線 大概半個區域 半個陷阱的人在飲用水 你上面做光電板 到底有沒有安全性 有沒有污染的問題 有沒有造成 包括那個水池的改變的問題 這些我相信 環保署如果有參與這些問題的話 要具實引爆 對這個如果我們有參與 不要一直說政府經濟不一直在鼓勵 讓我們的在環保那一塊 算了忽視一下 未來就是健康的問題 這個我們也會去注意啦 就環境這一部分是我們的職責 謝謝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有幾位我也提到 垃圾那個塑膠袋減量的問題 我跟你講署長 環保署 縣市有環保局 地方有清潔隊 我跟你講我們 一直在鼓勵現在小朋友 幾乎家庭每一戶都知道 要做垃圾分類 要做資源回收 問題有沒有落實啊 我常常我們地方家庭做得很好 資源回收垃圾分類 可能都未去還OK喔 也是我們鄉下地方 又在做資源回收 或者分類的時候 很多那個老人家說 不要啦不要啦 不用分了啦 你分了半天回到清潔隊 都都做會修啦 還是一樣 所以我說是白做了你知道 所以這一塊來講 我是說想署長 到底我們要怎麼落實 如果中央的命令是這樣子 一直鼓勵 然後地方政府也知道 可是到最基層的時候 到家庭當中做得很落實 結果你們最後一端的清潔隊說 阿朗朗這位的棒位 到胡瓜爐燒燒燒的就好了 所以這不是白忙一場嗎 沒有沒有跟我報告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那時候剛開始要起步 我就跟他講 他說塑膠袋那時候 要到底賣一塊錢多少錢 我說一塊錢一點沒有用 那剛開始在宣傳的時候 我說你要找慈濟找中台 為了養生他們都會 現在你去看宗教團體 大部分都會支配餐具 對不對 然後塑膠袋說一塊錢 我說現在感到感到沒有 現在一塊錢丟在地上 小孩子連減都不減 所以我跟妳講改變 要減量最大的減量就是什麼 你們要帶塑膠袋10塊 10塊 10塊大家會疼 你知道嗎 不然的話你一塊錢 一點感覺都 我就不怕想什麼 你們為了鼓勵這些垃圾 那個塑膠減量的時候 送各單位 全國上上下下各單位 都送多少環保袋 沒有人帶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要改變 塑膠袋一個10塊 大家都會疼 大家都會帶環保袋 這時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現在很多塑膠就是 有包膜 回收又去化很困難 現在唯一去化廠只有 一家 去化廠 就塑膠袋那個裡面 有包膜的那種 不足 薄膜應該有好幾家 有好幾家嗎 14家14家 好幾家嘛 那我在想 那這些 你看垃圾 我看一下資料當中 只有桃園 台中 高雄市 嘉義市 有一些 回收塑膠袋 一般都是要乾淨的 我才要回收再利用 那真的要 就廢棄的塑膠袋 要回收的 只有 全國大概14個縣市而已 那我想這些 五個縣市還有台東縣 那這些來講 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塑膠袋要減量 因為平安心講 這些塑膠袋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把它做一個驅謀 或者鼓勵的話 做分類的很好的話 放到紅花爐那裡一燒 真的是 紅花爐的壽命 很嚴重 所以我是覺得 塑膠袋這一塊 那個署長 你這邊要特別注意 因為時間上關心我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巨大垃圾物 那我想 這些巨大的廢棄物當中 我們好像 現在在處理上 也是弱化了一些 那實際上 在地方來講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南部地區 我覺得我們現在 中小企業當中 做得最好 屏東線做的都是 資源回收場 那但是巨大的垃圾這一塊 好像反而比較 環保署比較 沒有去推動 那我舉一個最簡單的數據 101年開始 我們巨大的垃圾回收量 從88,983噸 一直降到現在是 56,978噸 因為不處理 所以回收量越來越少 少了大概35% 將近36% 可是巨大回收 魂化爐量 從45,142噸 現在魂化量 89,513噸 增加了98% Personal 所以當你沒有去處理 這個巨大 那個那個 那個廢棄物的時候 全部都拿去 混化爐燒 所以我想請教 署長一下 到底這些 我們是一樣 因為你要有一個 破碎的成本嘛 那這些可能有一些機具 到底各縣市有一個 集中來的破碎機具 比較好 還是直接丟下去說 對 混化爐的壽命 比較好 我是覺得兩全之間 你們環保署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方向 不然的話 因為這樣子的話 像 包括剛剛 去膜的 其實去塑膠 塑膠 如果塑膠盒之類 有幫膜的那些來講 能不能 比照生煤一樣 去做一些 那個 燃料 其實也是可以研究的 那我想這幾個點 我希望署長你思考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因為時間關係 我也沒辦法 再跟委員 要出面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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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廖委員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 晚餘委員來做 詢答 晚餘報告 晚餘尋答結束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要請的署長 謝謝 所以在這個防疫期間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需要隔離 或防疫的檢疫的工作等等 所以造成很多這個更多量的垃圾需要來處理 就非常需要環保署同事來協助 那另外就是說 那另外就是說因為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大量的網購 或者是說外帶食物 其實造成了很多這些相關塑膠容器的回收等等 其實也是需要更積極來處理 那我們其實總會說 其實我們看待這個疫情 我們應該要把它危機視為轉機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討論這些新塑膠經濟 以及相關的資源回收的部分 這邊 這邊第一頁首先是列出了很多全球各大品牌 包括說英國政府 法國政府歐洲投資銀行 蘋果可口可樂我馬等等 不知道署長知不知道這些共同點是什麼 這些企業以及政府單位的共同點是什麼 好那我這邊來跟署長這邊解釋一下說 他們其實共同都簽署了這個 新塑膠經濟的全球承諾 那我這邊其實也同時印出了一份 我們很希望說台灣是不是也能夠來考慮說 我們未來的政策 以及我們是不是能夠共同來響應這個 未來全球都在推動的 這個新塑膠的經濟全球承諾 那其實不只剛剛我這邊列出來的這幾點 其實總共現在大概有450個國家 以及企業城市等等都能夠來一起來響應 包括說像政府單位大概有 法國英國之外 還有像智利啊 蘇格蘭政府紐西蘭環境部等等也都來參與了 以及各大企業剛剛提到的很多 總共450個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趁這個機會 我們共同來檢視來更努力來推 推動這個完整的塑膠治理政策的框架 並且能夠參與全球 全球政府的這些企業典範 我們希望台灣也能夠向這個部分來賣進 所以這份會後可能我會提供給署長請署長這邊來參考說 我們是不是有評估這樣子的可能性 是謝謝委員 我們也在評估 是了解 所以我這邊先簡介來說明這個新塑膠經濟的六大主軸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有 第一點就是我們盡量改善設計不良或不必要的塑膠包裝 我知道這個環保所已經很努力在推動 包括說我們之前有質詢過 所以像網購的部分等等也能盡量減少包裝的材料 那第二部分是指我們發展重複使用的模式 盡量減少一次性的包裝需求 所以我們想針對這個部分等一下來做一個討論 以及第三點說這個包裝材料是希望能夠百分之百 除了減量之外能夠百分之百的是重複利用 可以來做來回收或是作為堆肥 包括像第四點也是提到說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使用之後 也能夠來做回收或堆肥 所以我們今天先就這個二三四點來跟署長做一個討論 我們想先提到說在三月二十三的時候 在同一個場地我們跟環保署長詢問說 我們在網購的這個塑膠減量 垃圾減量的部分是不是能夠來檢視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沒有辦法達標到我們原本的目標 那原本是說第一季每一季都會再來做確認 所以應該在三月底或四月初的時候 會有這個統計或回收的相關的資料以及達標率 那目前以網站上看來其實還沒有出現 他網站還是停留在十一月剛推出這個政策和方向的時候 那請教說以目前來說 現在這個統計資料或者是要公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謝謝委員的指教 因為第一季其實我們也做了適當的統計 但因為受到疫情影響所以他沒有全部報來 有十五家跟我們簽了減量協議 他現在只有十一家報來 那這十一家在第一季的減量的成果是184.7公噸 是有在往這方向來努力 而且所以之後應該會如期公布 就是我想說十五家可能 因為大家各自 因為現在有很多工作在忙著 包括非常疫情期間 所以是不是能夠先針對這十一家 這個文會整整之後我們會來會來讓大家知道 主 realm公布也是一個方法 那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其實有提到說環保蝗 環圈蝗環保蝗的部分也能夠來進行著手進行 我們可以看到說最近剛好有民間 團體也提出了這個循環箱的概念 那整個這個這個民間的回應其實非常的大 包括說這個比例在 natur這個的影片的情況觸及了 大概將近兩百萬人 這也是說我們其實 整个民间已经 包括我们台湾人 其实对这个环保 都已经非常有意识地在提升 所以我们想提出来就是说 能不能建议 这个目前是依赖制造商 或是业者来支付 这个回收的经济费用 回收基金的费用 那同时也包括后端的 回收系统的处理的费用等等 那正在政府希望能够 也能够一起来提倡 循环箱的使用 以及循环箱这个概念的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我们推动 reuse的这个观念的情况同时 我们能够有相对应的 政策以及经费和能力 来支援这样子民间团体 一起来做到政府与民间的合作 是谢谢委员 我想这个我们本来在 减量质疑里面就有 希望111年能到10%的循环箱使用 但我们刚刚报告也提到 我们在109月开始 来推动示范计划 那示范计划是希望说做做看 但委员提示的很好 就是我们可能要再去找 更多的工具 好比就有一点像说随行杯 你买咖啡可以折价一样 那我们有没有行政的政策工具 可以让我们在这一部分去使上力 就你这样子做 我们可以给什么样的一个补助 或是帮忙 这我们再来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工具 是我们是希望说除了目标 方向之外能够有比较更积极 和确实的作为 包括说像政策啊 目标工具啊 政策工具啊等等 以及鼓励等等来 支持这样子的系统来发展出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 那另外就是说刚才针对第三点 第四点的部分有提到说 这个塑胶包装材料 不应该只有减量之外 我们也很希望说 有使用的包装材料 能够尽量的重复利用 甚至可以做到 最好是用堆肥或是回收的方式 这才符合所谓新塑胶经济 以及循环经济的效应 所以我们会提到说 看到这些资料是显示说 以目前掩埋焚化 或是将飞气物转化为能源的模式 目前并不属于所谓的循环经济 所以我们希望说除了这个减量之外 能够更积极的来做到这个 达到循环经济 以及新塑胶经济的这个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我们本办就其实找了一些 相关的政策以及相关的资讯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以台湾来讲 现在目前所谓 针对这个可堆肥化塑胶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说我们的资讯 是不是错误 想来在这边跟署长一起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并没有 强制的验证机制 虽然说我们鼓励来回收 和分解等等 能够作为堆肥化 但是目前针对 可不可以堆肥的认证标准 其实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认证机制 第二个就是并没有单独的 标识规定 比如说以PLA为例好了 PLA容器目前是属于 塑胶材质回收的第七类 有时候说其他类 第七类其实就是所谓的其他 所以很难跟其他的塑胶类产品分别 因为包括说比较不容易回收的 也是归来第七类 以及比较不能重复利用的 也是归来第七类 像这个是可以堆肥的 然后也可以百分之百分解的 也归来第七类 所以会很难推动 这个相关的分类政策 以及把PLA特别独立出来来做使用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这个堆肥的机制 其实目前并没有 并没有被认证 认证之后也没有明确的 而明确的政策 所以包括说这个相关的回收基金 等等也都没有配套的措施 那我们有查了一下 说政府部门进行的相关研究报告 其实已经有针对这个 可分解塑胶PLA的部分来做研究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目前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 在分报告里面说 其实这个PLA的塑胶 其实分水的效果非常的好 已经达到目视辨别 没有残余物质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说 针对这个分析等等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 它有物理性的变化 以及整个完整性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呢 在我们的这个回收资料里面 会显示 在我们的这个分报告里面 可以显示说 这份实验只有 针对目测来做它的分解程度 并没有针对后续的土壤化验 以及复杂的堆肥的成分做比较 仅有这些列出来说 我们虽免定堆肥应该 还有怎样的 这样子的规范 但是并没有说 PLA去做了堆肥之后 是不是能够 这个土壤能够再做于 再来做重复利用 我们就觉得说 在这个推动上面 是似乎少了一些些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这个既然实验要做 做到完整 以目前报告来看 大概就只有针对分解来做 并没有做到 所谓的可堆肥 再来重复利用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考虑说 我们能够把这些完整的认证 以及研究来做完之后 来推动这个PLA的认证机制 这是我们希望来这边 跟部长这边做请教 跟署长这边来做请教 好 谢谢委员 委员很用心很深入 那我想我们现在 PLA当然在他现在提起来 他是可以做堆肥 他有这个效益 那我们初步在实验也认为 他是可以 在堆肥环境是可以 但是就是说 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堆肥环境 可以用这些东西 那他真正碰到 刚刚委员也提示了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真正的困难是说 他的标示 不只是标示 而是说他在末端分类的时候 怎么样子跟塑胶 可以有效的分开 因为分不开 他会影响到其他塑胶的再利用 但分不开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 所谓堆肥的债用 所以我也跟 实际上跟业者面对面谈过 我问那你既然PLA要推动 那就应该大家共同想出方法 怎么样让我们在末端 可以有效的分开 因为他两个跟一般塑胶是不同的 那如果你可以有效的分开 你才能够发挥你在环境上面的效益 所以这部分我们在努力 那如果能够分得开 那当后端就有机会去 辅导他走到一个 比较独立的一个再利用的系统 那这部分我们有在努力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研究 只有看到是确实可以分解 但是对于土壤的化学性质 是不是有变化 并没有一个 并没有土壤那么完整 所以一方面需要政府单位的努力 另外就是说 因为标杖如果区分开来的话 其实我们才有办法 在前段就做到分类之后 才有办法再利用 那我想这个堆肥环境 可能也不是只有单纯靠政府 因为其实在很多民间 包括说有些比较有土地的 乡下之类的 他们其实有一直在做堆肥 我觉得如果在前段分开来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也可以来做这个堆肥的努力 所以很希望说 这部分能够更积极再完整的来推动 是好谢谢委员 谢谢 好谢谢委员 谢谢署长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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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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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 感谢观看 对不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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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们 我今天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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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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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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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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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